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轻的心永不变才是真性情 但有人实在是被哭烦了 打出弹幕说他太需要照顾了 不适合参加比赛 严承煦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作妖还是真性情 可能当年F4的成员最有发言权 我们来看一看 他们曾直白说过的真话 对严承煦究竟是爱还是恨 1.吴建桃 做他朋友很辛苦很累 当年流星花园四位男主里面戏份最少的 应该就是吴建桃饰演的美作了 身份扑朔迷离 从不轻易向人表达自己的内心真情实感 这恰恰跟吴建桃本人的性格相反 用周渔民的话说 吴建桃是他们四个人里面最洋派的人了 吴建桃经常会说 我想你了之类的话 约人向来都是直接说好时间 从不给周渔民下次再说的机会 也正因如此 从他嘴里听到的八卦也最多 当年还在拍流星花园的时候 F44人打算中途在台北西门厅 办一个歌迷见面会 计划得都很好 没想到最终却因为歌迷太多 无法进入会场而取消了 大佬远来看偶像的人们失望无比 但却有人因此高兴 哎 我跟你讲哦 我不知道我们有那么红哎 吴建桃到现在还记得 严承旭一脸兴奋 像一个小孩 做他的朋友很辛苦很累 但那是一种很单纯的个性 吴建桃说 其实 严承旭有情绪不懂得隐瞒 开心就是开心 忧郁爷是真的他忧郁了 如此两极化的个性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受得了 2013年 F4在江苏卫视合体演出 结束时 严承旭突然在舞台上面 向朱孝天道起签来 他说 曾经身边会有很多人的耳语 我知道他那时候 肯定跟我相处得很辛苦 朱孝天听完 一脸心酸语未及 两个人终还是相拥一抱 放下了太多过去 他这样子说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 都必须要说一句道歉了 吴建桃评价道 很多事情既已发生 怪只能怪当时太年轻 后来大家都已经长大了 变得成熟不少 兜图省事 悄悄将往事淡忘 幸好还要守着一份单纯的 严承旭记得 他就是不想将犯过的错 用一句青春糊弄过去 他想要认认真真地说一句道歉 二 周渔民 他永远比我还神秘 花泽类是F4里面的另类存在 他不花心也不嚣张 性格甚至格外温和 没人知道 他是怎么混入这个团体的 戏里面 让山菜第一眼心动的 就是花泽类 所以戏外 让大S交往的 也是花泽类的扮演者周渔民 很多人最初都以为 周渔民就是跟花泽类一样的 忧郁男神 没想到 现实中的他是一个画牢 当年F4里面 周渔民年纪最小 那时候采访 常常是另外三位 认真的回答记者提问 他在一旁插科打魂 属于气氛组 为此 严承旭总是严肃地 将周渔民插开的话题 又拉回正轨 沿染一副大哥哥的模样 严承旭对自己的隐私的保护程度 可以夸张地 用令人发指来形容了 跟踪过他的狗仔都甘拜下风 在停车场绕圈子 简直就像警匪片一样 最后都是以严承旭胜利告终 所以 其他三位成员也都跟媒体一样 对严承旭的私生活物理看花 但他是比我还要更神秘的人 周渔民在后来的采访中说到 F4单飞 周渔民经常关注大家的社交媒体 了解彼此生活 点个赞也算是联系联系 但里边并不包括严承旭 因为他真的什么都不发 说到这件事 周渔民语气里面还带着一点抱怨 毕竟他们最初只是因为流行花园爆红 才决定组在一起发张唱片的 个人的生活与习惯几乎没有什么相通 就像电视剧里面的四人四色一样 没人能把他们硬凑到一起 周渔民对此也能释怀 其实我们都是脸皮薄的人 很多关心和关怀不好意思讲 一同经历过青春 如果有人愿意多问一句 有人愿意多答一句 是不是如今会有些不同 也许这就是严承旭守住自己的方式 有自己小世界的人 往往藏着太多人们无法理解的心事 三 朱孝天 我们没有和也没有不和吧 西门市流行花园中出了名的花心大萝卜 朱孝天本人在现实生活中 却是婚姻状态最稳定的幸福男人 当年F4红了之后 四人经常一起开演唱会 也就经常玩到一起 但不和的传闻却从来都没有断过 2019年王牌对王牌请来了严承旭和朱孝天两人 收视率一下飙升了省级卫视第一的宝座 沈腾问出了所有观众的疑问 F4内部不和是不是实情 是啊 朱孝天的回答半秒都没有犹豫 我们没有和也没有不和吧 大家好像一直对我们有误解 好像一起工作关系就一定很好 但其实我们四个人的生活真的很不一样 这些年来也很少联系 讲的是真话 一旁的严承睡眠着嘴唇 表情尴尬 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同事之谊 未免潦草 是不是可以称彼此一具伙伴 但严承旭沉默里藏的又是什么 有的人可以陪你走过一段最难忘的路 难忘到每一分钟都知道他是怎么过的 严承旭对自人的关系的看法似乎更动情 眼睛闪着许光 那是我很美好的回忆 他想起他曾经开玩笑说 希望很久之后的演唱会 他们能够抱着自己的孩子 一起在舞台上面唱歌 想象的时候是真的很温馨 所以现实的苍凉也是真的遗憾 现在最流行的社交牛逼症 大家对于情商高善于跟人交往的人崇拜得一塌糊涂 大大咧咧 神经大条的行为确实讨喜 但以此去要求内向的人故作开朗 似乎也是强人所难 当年吴建豪在优酷全明星中的吐槽 还有后半句 做他的朋友很辛苦很累 不过也很值得 因为 严成旭会在朋友醉酒晕车响吐的时候用双手接住 会小心翼翼地问前辈如何在爆红之后守住自己 披荆斩棘的哥哥大S为严成旭录了一段祝福 我们以前拍戏的时候动不动就耍别扭 那时候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高深莫测的死小孩 现在你却变成了大哥哥 然后又变得开朗 又变得更有魅力 没错 如今的严成旭笑得温暖 眼里有泪 一手凄美地 清澈如故 却又带了一点羞怯与忧伤 对很多人来说严成旭很迷 因为他会让人在不同年龄阶段反复地爱上他 可能这就是成长 一人在变 观众也在变 只若出见的欢愉背后是真实 是严成旭带来的惊喜 他就像一支娱乐圈的强力清洁剂 用自己的真情 卖力地清洗着油腻 那一句 传道桥头还不值的话 大不了把他撞直 说这话的是道明寺 也是严成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